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 孔子带领学生参观鲁桓公庙 学生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瓶子斜挂在庙里 但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孔子就问管庙的老爷子 老爷子说 这个呀 这叫幼座之器 孔子说 哦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他随即跟身边的学生说 拿水来往里面加水 这个瓶子确实很奇特 空着的时候 他是斜着的 随着水量加大 瓶子逐渐的摆正 等水加到一半的时候 瓶子竟然端端正正的立直了 此时 孔子严肃的说 接着加 大家聚精会神的看着 眼看水就要加满了 结果 瓶子直接来了个底朝天 水洒的一滴不剩 孔子环顾左右跟学生们说 这个瓶子是不是像极了人生 水满则溢 月盈则亏 财富权力功继 美貌聪明勇敢爱情 通通都在一个宇宙规则的控制之下 这个规则 老子有个形象的比喻 叫万物云云 各归其根 因为人们的欲望使然 求全 求满 求多 永不知足 等满到一定程度 天道就像洗牌一样帮你重新清空 这时候你就翻车了 此时 学生子路问了老师一个很牛逼的问题 如何让我们的人生圆满完美而又不翻车呢 孔子回答了五句话 聪明睿智 守之以渝 公辟天下 守之以让 永立正式 守之以窃 富有四海 守之以谦 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 孔子说 太聪明了 你就傻一点 功劳太大了 你就让给别人一点 勇猛盖世 你就低调一点 有钱有权 你就谦虚一点 凡夫众生 不断膨胀 不断索取 看起来是多吃多蘸了 而实际上却是在减损自己 而有道知识总是在减损自己 不断的示弱 这种看起来的减损和吃亏 实际上却是保全和强大了自己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勿获损之而易 或益之而损 损之而易者 君子也 益之而损者 凡夫也